這個時候 現在 俄羅斯 普丁 他在那邊混淆視聽 搬了一堆過去的爛法律 國際的法律來說 烏克蘭不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台灣也是 台灣不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很多人說台灣獨立的錯了 今天坐計程車過來的時候 很多人說台灣獨立的 獨立的就是你自己在流亡政府下面 有做選舉 這樣就叫獨立嗎 不是的 獨立是要在國際被認同 叫做sovereign state 也就是有效的一個主權國 聯合國他也必須承認你 很多人怕什麼 計程車司機告訴我 看一看 他怕 中國會打 各位 如果我們有 不要說 兩萬人 只要有一萬人願意敢站出來 我們就是要台灣人 是為了台灣人民的未來 過去十幾年 歐美先進國家 已經沒電 替代率 替代率已經到了37 38 風力 也都 過去的十幾年 都成長 百分之二三十 我們這個流亡政權 給我們做了什麼 替代能源十幾% 當國際的核能專家 當國際的核能專家 都告訴我們 我們在地震帶上 我們的核四 有四個電廠 四個核電廠 全部都在地震帶附近 今天 只要有一個 超級颱風 或者是有一個地震 我們的核能電廠 被水淹了 怎麼辦 輻射外漏怎麼辦 我們大台北地區 尤其北部 其實這個是 攸關台灣未來的土地 還有 台灣 未來 的子孫 好 如果你說 有一些地方 幸免於災 那我請問一下 台灣 這麼大 如果 有百分之 八十以上土地 都不能居住 我們那時候 怎麼樣成立自己的國家 我們還真的成為台灣地區了 我們還真的成為台灣地區了